五谷区新增里以及新增社区发展协会 日前开办女性居家水电修缮课程 希望提供婆婆妈妈们一些实用的水电修缮技巧 帮助她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谁说水电修缮是男性朋友的专利 五谷区新增里以及新增社区发展协会 日前特别开办女性居家水电修缮课程 邀请婆婆妈妈来参加 新增里跟新增社区非常开心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集会所呢 我们做这个两天的专业的 我们女性水电工的部分 那女性水电工的部分呢 我们的希望就是说 其实增加我们一般的民众呢 可以在生活上解决一些水电的问题 那同时也增加我们第二次的 这个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维节两天的课程 指导老师从最基础的居家水电设备 开始介绍起 因为唯有懂得基本的原理和设置 才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真正知道如何解决 这开关心的这个标心的顶头 这里有一个盒子 它就是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标后开关 这个标后开关的作用在哪里 它就是说你电力公司电来的 结果这个标后开关 以后这个标后开关 它接到拎刀处里面的这边 所以说拎刀 比如说拎刀 比如说白人总没有停电 只是拎刀停电 唯一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拎刀跳跌 主闻台湾也希望课程结束之后 除了可以帮助这群婆婆妈妈 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甚至可以进一步提供 二次就业机会 或者协助独老修缮 贡献一点心力 然后接下来 记者沈仲林景瑜 五股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